哈囉,今天要分享用iPhone也可以製作手機鈴聲 兩分鐘簡易教學,讓你直接換新的鈴聲 首先,你的音樂庫裡面要有音樂 再來打開你的grudge band 就可以開始編輯鈴聲囉 先找到錄音機點進去 再切換至左上角的音軌模式 點擊右上角可以選擇想要編輯的音樂 選好想要的音樂,輕壓拖曳到編輯的音軌上 等待檔案輸入完畢後就可以開始編輯鈴聲囉 檔案匯入完畢 在右上方加號的地方點入 新增段落A裡面的秒數做調整 iPhone鈴聲大概是30到40秒 調整完鈴聲長度就可以試播喔 如果想修改結尾可拖曳到最後,輕點兩下分割 或將結尾拖曳到想要的位置 最後,在左上角我的歌曲點入 鈴聲就完成囉 接著我們來設定鈴聲 選擇我的歌曲 匯入至鈴聲的選項 勾選繼續 更改鈴聲名稱 輸出號 將聲音做為標準鈴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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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我們的手機鈴聲就完成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個喜歡 或有問題可以到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 我是小妞 最近大家都在玩 只會有什麼問題 好餐 好燙 然後 我們還是一樣